有一句话叫后宫三千宠 三千宠爱在一生 其实说的就是杨贵妃与唐玄宗 杨玉环能成为唐太宗的贵妃 除了其拥有出众的美貌外 关键是她还精通舞蹈和音律 是当时后宫中数一数二的才女 再加上唐玄宗也是一个精通音律的人 她觉得能得到一个跟自己谈得来的美人实属不易 自然对她是欢喜得不得了 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也一直流传于人间 诗人将两人爱情描述为 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礼之 杨玉环最开始嫁的其实是礼貌 后来见到唐太宗后 深得唐太宗喜爱便被召进宫中 进了宫后唐太宗把所有的宠爱 几乎都给了杨玉环 也许是因为杨玉环曾是礼貌的妃子 才一直没立她为皇后 可问题来了 如果说唐玄宗真的爱杨玉环 最后为何要在马维泊下又赐她白龄 杨玉环之所以会混断马维泊 说到底跟安禄山有着很大关系 因为当时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了那场叛乱 而安禄山又是杨玉环的养子 同时也正是安禄山与杨玉环的这层关系 李隆基特别宠安禄山 就连见皇帝行贵拜礼 李隆基都给他免了 他只用弯腰行礼就行了 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 曾无数次提醒唐玄宗安禄山的意图 但唐玄宗都不引以为然 最终安禄山率军直入 到了马维泊 进军将士开始逼迫玄宗赐死杨贵妃 他们认为是杨贵妃间接地造成了安禄山叛乱 这件事之后 很多人都会觉得杨玉环在国家关键时刻英勇献身 是个值得赞扬的事 但也有少部分人觉得 是他引狼入室 是他把安禄山招来的 结果就该自己承担 说到底 古代毕竟男尊女卑 男人爱他的时候 他是宝 万千宠爱都可以给他 等到了危机关头 只要能解决当下问题 怎么处理女人都可以 早就把爱情抛到了脑后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